公正党主席纳豆斯里安华重返政坛已经超过半年 期间传门四起 让安华这段败向之路存在不确定性 不过当事人至今依然胸有成竹 会在两年内成为一国之首 是的 安华也表明愿意给予现任领导人足够的时间 将国家拨乱反正 同时在一马课题上 安华坚持我国政府不能对高盛集团的偷窃行为妥协 被誉为未来首相的公正党主席 纳豆斯里安华接受彭博社的访问时 再度被问到几时登上相位 安华重申 让他在对的时机 从现任首相敦马哈迪手中接棒 是西蒙四党的共识 并不是两人的决定 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定下接棒的期限 是希望让现任领导人 有更多的时间治理国家 当然没有五年 因为他已经很清楚 他们不会超过两年 但它是重要的 让他们能够行动 因为我们在很难的 和苦的时刻 另一方面 针对一马公司弊案 安华也斩钉截铁表示 我国与高盛集团谈判时 绝不会妥协 因为政府有责任揭露 该银行的罪行 对方也责无旁贷 另外针对几度被指告吹的东海岸铁路计划 基于我国负担不起建造成本 因此安华认同 有必要检讨有关计划 如果我国和中国在造价方面达成共识 计划具备透明度 以及让国内承包商从中受贿 那么东海岸铁路计划可以找跑 NTV7综合报道 stopped